我父中你就堅決了我們 你一直到我們來了的世上 一直到再回去建築的位置 我們的一生都有你恩典的記號 不論歡樂或悲傷都與我們同在 我們也會今天早上你為我們預備的日子 來在你的店中享受你的安息 享受你主的信息我們要向你感謝 求主的你與我們同在 讓我們說的、聽的、所分享的 都是你聖人的拜、崩高的交換 奉主的名義感謝祷告 Amen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今天跟各位弟兄姐妹分享的夏娃的故事 夏娃是大家都耳熟人詳 那麼回想我們過去這幾年呢 我跟大家分享很多 有關於這個聖經中寫的都比較少 但是其實都是關鍵的幾位女性 應該說幾位姊妹的 那麼我們有談到百吉拉 有談到摩達拉的瑪利亞 有談到上一次談的約級別 每個都是關鍵 沒有百吉拉就不會有亞波羅 因為是百吉拉夫妻兩人造就了亞波羅 沒有亞波羅就不會有保羅的那一句經典名言 我栽種然後來亞波羅交灌 生長的是上帝 這代表一個福音的次序 我們只要去傳兵就好了 那麼誰交灌不是我們的事 誰交灌有後面的亞波羅 但是會不會這個人會不會得救 那是神的事情 所以你看百吉拉站在一個重要的位置 我們叫做現在最流行的名稱 拐點 在那個拐點上 沒有摩達拉的瑪利亞 就不會有學術復活第一手資料傳出來 沒有約西別 就不會有舊約祝美大的摩西 我們今天談到了眾生之母 這個名稱夏娃的名字翻譯過來 就叫做眾生之母 那麼這張圖是一個很經典的圖 哪張沉睡 夏娃從它裡面出來 這是它的含義的 我們待會會分享很重要的一個意思 好這是我們剛剛才讀過的 講到的《創世紀》 那麼《創世紀》這是第二章 我們再往下看《創世紀》第三章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讀過《創世紀》 創世紀一共有五十章 真正講《創世紀》只有三章 第三章以後就沒有了 第三章以後全部是在講人 那麼整個的《創世紀》 《六十六九》《創世紀》 創世紀只有三章 談到神的計畫 會不會沒有了 這是一個讓人很不解的一個問題 《創世紀》的我們談《創世紀》 到底是神話故事還是神的話 非基督徒一聽到《創世紀》 所以就是說哇你們的神話故事寫得真好 可是聽你們如果說我們慢慢去想 現在所有的宗教居然都有這段神話故事 難道我們會覺得很不可思議嗎 《創世紀》難是難在哪裡 我特別查了一下 包括大家共成的教父奧斯丁 還有改革中的馬金路德 他們一生當中 他們沒有辦法給《創世紀》定位 沒有辦法定這個位 《創世紀》到底是什麼 因為為什麼我剛剛談到 《創世紀》只有三章 後面就沒有了 後面的四十七章沒有在講《創世》 是在講人 所以馬金路德一生當中 沒有辦法去定位 定位這個《創世紀》包括奧古斯丁 所以為什麼《創世紀》後來 《創世紀》後來奧古斯丁 說你們自己的教父奧古斯丁 都沒辦法定位 所以當然是神話故事 但我們所有的基督徒都相信 《創世紀》其實是神的話 有關《創世紀》 《創世紀》 《基督教》《猶太教》《天主教》《黃門教》 當然你可以說這四個教都系數同門 《伊斯蘭教》也是系數同門 但是佛教裡面也有 佛教裡面講到十八羅漢 也講到大法王 都是跟創世有關 那我們中國的呢 中國的鋁窩更是不可思議 我記得在中間跟蒂恩教學分享過 最近有一個牧師 他考古出來鋁窩的英文名字 翻譯成再回過頭看 鋁窩他的名字就是羅雅 然後鋁窩補天為什麼 因為天下了洪水 下雨下了雨 然後就鋁窩補天就彈到 往前追溯就追溯到夏娃 所以很奇怪 那創世到底是從我們今天其實談的 很多人都一談到夏娃 這時候壞人 是嗎 我今天不是要為夏娃做分辨 不是不是都不是 我們只要看 我們講說創世到底是神話故事 還是神的話 創世從第三章以後 雅蘭跟夏娃被趕出一段遠 從此以後再也沒有好人了 這是很有意思的 你看聖經以後 好多人不多 壞的人不多 這個創世紀 從創世紀 從創世紀第三章以後 妳就可以看到了 然後兄弟相真 然後雅蘑蘭還是 一直寫下來 我們在七七七三的時候 茶廳我最近在帶我們茶經班 很難的一卷書 我們在查羅馬書 非常辛苦 我們在茶廳的時候突然間 我們茶經班裡面有一位 有一位弟兄 坦白說 他們有教會茶經班 他們的素質高 不是說他們對聖經的素質高 而他們的教育程度都很高 所以跟這一批人 帶這一批茶經 是我帶過最辛苦的 他們會問很多很多 你想不到的問題 他們問一件事 羅馬書 保羅怎麼會寫出這麼多東西來呢 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 到底是保羅講的話 還是神講的話 這就是我們現在講的 為什麼呢 神卷六十六卷聖經 最少有六十六個作者 中間前後時間長達三千年 所有的作者的背景都不一樣 有程度最低的 小學都沒畢業的彼得 有程度最高的 保羅 博士學位拿了好幾個 可是他居然可以寫同樣一件事 再往前推 推到摩西 保羅在羅馬書大量的引用 以賽亞術 他們寫的都是同樣一件事 這難道絕對各位兵員 我們社會基督徒難道我們會去思想 這是個很不可思議的事情 所以我們今天講到夏娃的故事的時候 我們從創世記就要先開始談起 創世記我們第一個觀念 我們就必須要知道 從創世以來神給我們的都是神的話 聖經六十六卷 從第一卷到最後一卷 中間從來沒有矛盾過 這是一個很不可思議的 光是我們看右邊這張圖 空氣已上為天 在創世記裡面想 我們說天 天怎麼來的 空氣的上等就是天 這都是從創世記開始人家寫的話 那我們談一下創世記 創世記到底在表達什麼 我們今天不是查經 我們只是粗略地跟各位兵員分享 創世記到底在表達什麼 創世記從神學面來看 創世記全部在表達一個神的啟示 只有三章 就讓我們看到什麼叫做次序 什麼叫做秩序 我們今天沒有時間去讀 但是我可以很快我們來做個摘要 大家都知道第七日是安息日 上帝花了六天 可是這六天是怎麼造的 前面三天是預備 後面三天才是創造的 而且這中間都有相對的 當你仔細去看 你會覺得很不可思議 第一天神造的光 可是到了第四天才有光體 第一天造的光是預備 預備第四天的光體 第二天造水中的空氣 然後第五天水中才會有大雨 跟千公公的飛鳥出來 所以你看先有水 先有空氣 才會有空中的鳥跟水中的雨 所以前面第二天也是預備 預備水母的東西 第三天有了蔬菜 蔬菜為什麼 是為了第六天要有所有的生物出來 都要吃啊 所以我們可以看 從創世紀一開始 講的就是一個次序問題 就是一個預備 這邊從此之外我們怎麼看 神會先預備 好多的事情 我們事先都不知道 可是等到最後的時候 我們回路頭來看 我就講說最簡單的例子好了 今天弟兄你們我們坐在這邊 你們不覺得這是神的預備嗎 神預備了牧師跟師葬來啊 沒有預備怎麼會今天坐在這邊呢 沒有他們的預備 我今天也不會站在這邊跟弟兄你們分享 沒有 所以你回想任何一些事情 神的安排是如此的奇妙 所以第一天有光 才會成為第四天的光體 第二天有水中的空氣 才會有天空的空氣 水中的雨 水中的有水 才會有雨 才會有空中的飛鳥 沒有蔬菜哪有活物 所以從創世紀一開始我們就要想 這是何點奇妙的事情 所以第一天到第三天都是為了預備 就是我剛剛舉的例子 我們不要輕看 這只是一個小小的三次平左右的 我們要感恩這都是神的預備 當然我們說 這個禮拜十才過完美國那邊的感恩節 但是我們現在回過頭來感恩 我們現在要感恩 不管疫情再怎麼嚴重 但是我們知道都有所有的預備 所以我們常常不要 我們基督都要學習一件事 我們常常說神為什麼會這樣子 可是如果我們要回過頭來看 很多很可能是神的預備 我們只是當下我們是活在預備當中 可是我們並不知道後面是為了什麼 從傳染記我們就可以看到 所以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工作 叫做神的啟示跟神的次序 所以創世紀一開始就表達 就六天他表達了這個文學面 體裁非常的優美 創人記我們說是 重複到一個最偉大的史詩 很多人在挑戰創人記 可是他裡面的文詞太優美 一般來說大家都知道創人記是摩西寫的 那麼摩西怎麼能寫出這麼的史詩 那是因為神有給他四十年的預備 我們才講過摩西對不對 摩西一生一百二十年前的四十年都在做預備 他做預備難道不是為了這一篇創世紀嗎 人家就談 所以他的文學 他裡面的文詞 摩西如果按當時標準 也是練了博士學位的 好幾個博士學位博士後研究都有了 博士他寫了這麼優美的文詞 這張圖非常有意思 沒有人看過上帝對不對 沒有人看過神 看完畫出來 這嚇壞了 這嚇壞了 那麼好不容易找到這個圖 很有意思 但是當然這個神是一個想像中的 摩西記載創世紀創造的過程 好像摩西當時就在現場 你會覺得很不可思議嗎 所以舊約的摩西跟新約的保羅 保羅寫羅馬書說的東西那麼詳細 好像他就在現場 怎麼來的 而神借著他們的手 完成了這個偉大的史詩故事 就是創世紀 所以創世紀在文學面 體質非常地優美 他表達的一個文學 他更有屬民面 創世紀跟你我有什麼關係 阿伍斯丁他這麼講 他說創世紀的偉大是在於 從外在的意義 一直到裡面的意義 我們看起來人是好像說成土 我們說人歸於成土 因為我們人是外造的 但是更重要的是 我們的裡面都有一樣東西 那個東西叫做靈氣 現在我們中國常常講一句話 這個人好有靈性啊 對不對 這個人好有靈氣啊 講這個人 講這個人 非常的這個 尤其在美女性的時候 對不對 我們說這個人真的非常有那股靈性出來 這講他的氣質 這個靈氣是因為為什麼 是因為神造人在他鼻口中吹了一口氣 這個人就變成了屬靈的活人 所以定位裡面不管我們 你是不是基督徒 你只要是人 你都有一口氣 那個氣叫做靈氣 我們常常說 中文說人真 佛真一炷香 人真一口氣 這個氣是什麼 就是我們講的靈氣 最上級的屬靈面是什麼 我們大概可以看一個圖 一個非常有意思的 一個米凱蘭記錄的圖 米凱蘭那裡面的圖 表達了很多很有意思 我們意想不到的東西 神跟人之間只有兩個指頭 相連接 我們那個靈氣就出來了 我們大概可以看到 最上級的屬靈面表達了 神跟人之間的關係 好 我們穿人記 剛剛很快 講到這邊 我們看要靜音道 那夏娃又是代表者 雙人記我們談到了 這個 神的次序 講到了一個偉大的文學 也講到了一個神跟人的關係 那麼夏娃呢 夏娃是代表了一個完美的創造 夏娃是最後被造出來的 最後被造出來的 神造了亞當 造了天力萬物 造了亞當 一切舊學以後 那麼 我很快地來讀一下 《創人記》的第一 一直到第三章 到了第二章的十八節 第二章的十八節 我先講第二章的八節 耶和華神在東方伊甸 立了一個園子 所以到第二章的八節的時候 伊甸園都已經成立了 可是一直到了十五節 所以耶和華神將那人安置在伊甸園 使他修理看事 那人出來就是亞當 所以已經造完了伊甸園 造完了整個創世 造完了亞當 到第二章的十八節注意這句話 耶和華神說 那人獨具不好 我要為他造個配偶 幫助他 所以呢 太太永遠是幫助先生的 成功的男人 後頭有個女人 我要為他造個配偶 幫助他 全部都造完以後 才造了夏娃 所以我這邊寫了一個 我們中國人很奇妙 我們這個文字 對不對 所以呢 這女人是好的 所以女子是好的 好的 為什麼 神造夏娃的目的 是為了要幫助亞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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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呢 這個人獨具不好 所以他還有幫助亞當 所以這個人呢 是完美的 等於我們這麼講 房子蓋好了 這個男的爸爸媽媽幫了把房子蓋好了 然後讓孩子住進去 最後跟孩子說 娶個媳婦 我們中國人不大 現在都有這個觀念嗎 是不是 我昨天下午去參加一個 我有一個朋友他開了一個咖啡廳 他叫我們去捧場 碰到好多東西都不認得了 都不認得了 很久沒有碰到 這個站在外頭 絕對不認得了 好 大家談談談 談的都是什麼 已經不再談事業了 也不再談家庭 然後談的都是自己的身體 要不就談他的孩子 還談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我為老大買了這種房子 為老二也買了這種房子 老大已經結婚了 老二還沒結婚 其他都是這個事 跟我們這不講的一樣嗎 神完美的創造 創造了伊甸園 也把這個人安置在伊甸園裡面 伊甸園就等於我們的大房子 最後他說這個人獨居寶寶 不讓他找一個 所以女子是好的 所以夏娃代表什麼 夏娃當然代表是 當初神創造整個世界的時候 是要把一個最好的人 我們叫畫龍點金 那個人叫女子 那個叫女子畫龍點金 最後夏娃才出場 他代表什麼 他是幫助這個男人的 所以代表男處外 為什麼男處外呢 因為男人是用土造的 所以主說男人是外造的 叫主外 所以中國人好多文字 你們不會覺得太奇妙了 為什麼男主外 主講男子 我們男人是外面造的 所以男主外 他就成了有靈的活人 取名叫亞當 所以夏娃代表什麼 夏娃代表一個完美的創造 夏娃代表他要幫助這個男人 而且他有主外 他是男人是主外 代表的是女主內 女人是用內身的 我們看這張圖 耶和華少女就用那人身上 所取的樂骨成一個女人 引他到那男人跟前 你看他在睡覺 他說裡面出來的 這個圖畫非常的經典 所以他為他叫做 骨中的骨 肉中的肉 他在沉睡的時候呢 從裡面取了一個樂骨 我們剛剛講對不對 然後再給他鴻合起來 所以女人為什麼要主內 主耶穌講的 我們主講的 女主內 這是一個秩序問題 夏娃代表了什麼 夏娃代表要幫助這個男人 夏娃代表了要順重這個男人 夏娃代表了要主內 因為男是阻礙的 代表了男人是女人的頭 代表了次序 這跟性別其實無關 沒有 完全沒有 這跟次序無關 保羅最經典的一句話 凡事都要規規矩矩 辦叫次序性 這保羅最經典的一句話 保羅最經典的一句話 要從創世記來的 因為神創造世界是有次序的 現在為什麼世界都那麼亂 最重要就是 次序出了問題 全部都是次序出了問題 當你翻一把 你把所有東西 次序整合起來 問題沒有了 所以一開始神的三天都是做預備 如果預備還沒有做好 你就要跳到後頭來 坦白講 你這個事情一定不會成功 所以我們中國人常常講一句話 要一切就緒 在沒有就緒之前 我們不要冒然走 下一步都跟聖經有關 所以創兒記前面三章 已經講完了整卷聖經 沒有了 所以從第四章開始都會講 神花三天就把東西結束了 其實兩章就結束了 第三章是把人趕走 所以夏娃代表什麼 夏娃代表什麼 夏娃代表了女主內 夏娃代表了女主內 夏娃到底犯出不錯 難怪只是為了吃個蘋果嗎 夏娃很冤枉 不過吃了一個蘋果 你們這個 我這個 不要說今生被你們罵 我來生再生 你們都被你們罵 夏娃並不是只是因為吃個蘋果不錯 不是 不是 你寫了幾點 我們可以一起來分享 第一個 夏娃是壞了神完美的創造 她壞了 夏娃沒有斷然拒絕跟神的對話 在創兒記三章二節有這麼一句話說 女人對蛇說 雲中樹上的果子 我們可以吃 這是 這是 夏娃 為什麼跟神 跟蛇說話 是錯誤的第一步 壞了個次序 因為 我們待會後面會講 我先講 到現在為止 聽見我們常會有個問號 為什麼在中東 所有的女子都要蒙面 尤其因為 穆斯林分了兩派 然後一個去寧派 他們非常非常的保守 為什麼 他們到現在為止 他們還是按照創世紀 你們講的一些東西在做 女人在外面是不可以講話的 所以為什麼保羅說 人家說保羅有種有這個性別 其實不是 這是個次序問題 跟蛇對話的不應該是夏娃 所以陷入錯誤的第一步就是夏娃 回了話 對蛇說 圓中樹上果子我們可以吃 這就是 當我們碰到試探的時候 然後 也在前面說 你們要用堅固的信心抵擋他 就叫做什麼 按照線來講 不要隨便搭散 真的不要隨便搭散 好 我們常常可以看到 有這麼一件事件發生 不管你在工作上 在結業上在哪裡 我最近因為 我以前比較少做結業 我一看到很多很奇怪的事情 有的一些男的要很 莫名其妙會搭散 跟旁邊那個女的搭散 為什麼 可能這個女的還長得不錯 我也要跟她搭散 重點來了 這個女的要不跟她回話 所以為什麼在中東那邊 女子是蒙滅 不能搭散 所以第一個夏娃犯的怎麼說 不是她吃蘋果 她第一個犯的錯就是 她破壞了神完美的創造 一個次序問題 我們把夏娃變成一個千五罪人 但是我們要看 夏娃其實代表了好多事情 第一個事情就是 創造的事情 次序問題被判搞壞了 我們先看這張圖 這張圖 我們明確是 夏娃犯的怎麼說 我們看這張圖 這在巴黎的聖母院 聖母院現在 沒有她只是右邊燒掉了 左邊還是五尼紙 這是在大門口裡 你看這個圖 這個蛇長得很像夏娃 所以說這個蛇是慈性能像夏娃 蛇是反映出來夏娃的形象 夏娃心裡的形象 所以人家說這個蛇到底有什麼性別 我們說為什麼說女人說是蛇洩心上 從這來的 因為她反映了女人的心態 她反映了女人的心態是這麼來的 為什麼呢 蛇的講話 蛇的問夏娃的時候 夏娃如果當時沒有講了一句話 圓中樹上的果子我們可以吃 可能就不會有下部發生 所以這叫做什麼 這叫做一個信心的抵抗 堅固的信心的抵擋 蛇都拿了什麼東西 這是一個蘋果 生命樹上的果子 我們現在看 這是蛇嗎 我們再看這一張畫 這張畫跟剛剛那張畫有一個相似的地方 蛇是很像夏娃 所以女人是蛇線心長 從這來的 兩張畫都是這麼畫的 她沒有畫亞當 她畫的是夏娃 有著一張類似夏娃 那我們看蛇到底是什麼 12月3章1節說 唯有蛇與田野一切的活物跟講話 這是翻譯的錯誤 這不應該翻譯成蛇的人 其實它是一個蟒 它是一個巨蟒 很大的一個巨蟒 其實這是一個比喻 蛇是否被創造的 蛇當然是被創造的 它是萬物 但這個巨蟒是否被創造的 就有很多討論的空間 人家把巨蟒比喻為 沙但從天上墮落以後 它都化身 所以在沒有創世之前 可能那個巨蟒已經在世上 它是在天上起了巨變 按著起之路的講法 它帶了一批天使到了這個世上 所以它說蛇受咒詛 應該說這是巨蟒受咒詛 它終身用肚子行走它 但是我們就要問 那難道神創造蛇之前 蛇還沒有引誘下巴之前 蛇是有四隻腳嗎 對不對 沒有 這都是裡面所引生出來的動作 當然我們是從另外角度來看 蛇受咒詛 與其說蛇受咒詛 不如說是這個巨蟒 巨蟒在背後就有個下蛋 我不知道今天你們想不想 這個龍在我們中國稱為吉祥之物 但事實上龍就是巨蟒 所以在很多教會是很嚴格要求 反正有龍的東西我們都不要用 我告訴你們你們有沒有知道 可能我們這邊並沒有教導 教導這個事情 今天我只順便提一下龍就是巨蟒 這個龍 我們常常說天上一條龍到地上就是什麼 地上一條死了 所以我們叫龍蛇雜居 對不對 龍是天子啊 怎麼會變成跟蛇雜居一樣 龍蛇雜居是一個很不好的一個形容詞 可龍又是天子啊 怎麼龍蛇在一起就叫雜居呢 對不對 龍跟蛇難道是有血緣關係呢 這是當初一個翻譯很大的問題 但是我們今天只是順便提到這個 讓我們來分享一下 這邊講的蛇其實它是一個類似龍 類似巨蟒 沒有人看過龍也沒人看過巨蟒 那麼我們剛剛只是中間插了這句話 就是夏娃犯了什麼錯 第一個夏娃犯了好幾個錯 我們看第二個夏娃犯了什麼錯 夏娃他壞了分跡 男主外夏娃壞了分跡 當蛇跟夏娃講話的時候 夏娃不能回話 這才是事情的主因 夏娃不是吃了蘋果壞的事 是因為他回話壞的事 真正原因是出在 他不應該回這句話 所以很多人把主因放在他吃了 生命樹上那個果子的時候 我們應該往前推 如果他沒有回那句話 對不起 沒有後面吃果子的事情發生的 這個畫畫非常有意思 這是伊斯蘭教就是穆斯林 他們也有亞當跟夏娃 他們畫很像他們的人 亞當跟夏娃 就像我們曾經有一個圖片 到了耶穌撒冷一樣 各國畫聖母瑪利亞都不一樣 我們臺灣畫的聖母瑪利亞就是媽祖 不一樣的 他畫亞當夏娃也是畫的不一樣的 代表他們也有這個故事 所以夏娃第二個犯的最嚴重的錯誤 就是男主外這句話是很重要 到今天還是一樣 當然我們經常說女強人女強人 當然有很多重要的事情 還是男主外 但是不能說重要的事情是由太太決定 然後奶奶才說我主外不能夠這樣 這是一個當初創世以來的次序 他犯了第三個錯是什麼 他變動了神的話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常說 從夏娃開始 傳話傳到後有一定會傳錯 所以八卦從哪來的 從夏娃開始就有 八卦不是今天就有 現在當時就有八卦 那麼我們現在這邊說什麼 葉華說所有東西都可以吃 可是夏娃就加了幾個字 可以隨意吃 神說只可以吃 可是他沒有說那你隨便吃 就是這些東西可以吃 可是你不要隨便吃 是不是 我給你方便 你不能給我隨便 這就是從這來的嘛 他可以隨便吃 所以地方裡面 我們就不要再怪有八卦 從創世以來就有八卦 八卦就叫來把話給改了 神說不可吃也不可摸 神說你不可以吃的 然後夏娃說你不可以摸的 話又改了 話都改了 那麼神說免得你們死 他說你一定死 我們看 就是說很多的話 我們為什麼說智者怎麼樣 智者你聽了以後要傳話 你只要過一張口 這個話大概就可能有百分之五不一樣 可能百分之九十五一樣 你過了十個人的口 永遠都變了 我們不常聽的 聽的很有意思 如果釣了一條鯨魚 到那邊說他釣了一條惡魚 對不對 為什麼一直傳一直傳 一直傳就不一樣了 所以夏娃辦了什麼錯 夏娃除了男主外 他沒有遵守 他同時他隨便變了神的話 夏娃辦了第四個錯子 夏娃他不反駁錯誤的教導 神對女人說你們不一定死 這是一個錯誤的教導 神對蛇跟夏娃說 你所有人在說上過 必定死 可是蛇說你們不一定死 這是一個錯誤的教導 所以這代表一件什麼事 當我們在聽主的信息 我們要會分辨 往往一些錯誤的教導 會把我們的靈性怎麼帶拼掉 為什麼現在會有異端出來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去聽過異端的話 異端的話很有意思 最近不是很鬧著飛飛揚揚 那個什麼東方閃電的事情 他從河南省過來 你聽他講的宗旨都很對 可是你在仔細聽他你們的話 都是似是而非的話 這就是我們講的 這叫做錯誤的教導 好可怕 錯誤的教導 都不會讓你一下就聽起來是錯誤 沒有聽不出來的 不知不覺在裡面加一句話 你看必定死 不一定死 都有死這個字 對你丟進去 所以我們要知道 錯誤的教導非常的可怕 那麼夏娃沒有反駁這件事 因為神知道你們吃的日子眼睛又明亮 你們便為神能知道善惡 這是蛇講的 神當中怎麼說 神說你們可以悅人的耳目 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 神並沒有說 你們吃了以後就能分別善惡 但是蛇講這句話 誰為什麼知道這句話呢 他是不我弱的天使 所以我們常常聽 為什麼我們會越走越遠離神 越走越遠離神 不是一下子 是逐漸地遠離 錯誤的教導下面就是我們逐漸地遠離神 所以我一定不遠離神的方式嗎 讀聖經 聖經的話你多讀 你就不會去遠離神 所以夏娃他犯了什麼 他犯了第四個錯誤 他沒有反駁錯誤的教導 第五個是什麼 他被三種情慾所引用 可以當作食物 這叫肉體的情慾 哇這東西好好吃啊 我們就想吃了 是不是 所有的東西都從我們肉體的情慾開始 在ida人中 人拿到回去 我們剛才剛剛過了一個節 過了加ths 剛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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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了一個節 剛才itations 過去之前 我實在可能在座 不會有人或許過 叫作雙十一 我不曉得雙十一 我不曉得雙十一 雙十一 我已經沒有買過 雙十一 雙十一 中石 刺激你肉體的情慾 還沒在三文雙齊之前 手機已經收了好多東西了 特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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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很便宜 它不斷地刺激你的情慾 你的那個需求 生意不就是這麼來的 中秋節為什麼要烤肉 我小時候中秋節不烤肉的 我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中秋節烤肉了 誰來的 商人搞出來的 中秋節烤肉只有臺灣有 你除了臺灣去中秋節就不烤肉了 誰說中秋節烤肉 他吃你的情慾 讓你中秋節就沒大量吃到外去烤 搞了烏煙瘴氣 小時候除了吃月餅以外 就看到月餅裡面有沒有一張條子 八月十五殺鴨子 對不對 現在條子拿出來八月十五吃烤肉 什麼就變了呢 怎麼變成這樣子呢 滿街都是烤肉 平常也沒有看到人蹲在路邊 為什麼到那天你非要蹲在路邊吃烤肉呢 對不對 所有的車過去 你的烤肉跟煙混在一塊吃下去 八月十五吃灰塵 好做食物啊 肉體的情慾不就這麼來的嗎 樂人的耳目 眼目的情慾 所有的圖都很漂亮 先刺激不但刺激你的東西 雙十一買了一大堆 買一大堆東西 需要嗎 不需要 可是好好看啊 不要說雙十一 我們這錢退好了 剛剛百萬公司周年慶才完 對不對 我不知道在做 我現在在做的媽媽不會再去 跑去搶一些東西了 買了一大堆東西回來 你搞完你一年都沒用完 再丟一丟 再去買下一瓶 為什麼 肉體的情慾刺激你的需求 然後呢 樂人的耳目 每一大堆都沒用 能用回家 最重要是怎麼樣 他說 能使人有智慧 這是蛇的引誘 怎麼樣 你精神的驕傲 精神的驕傲 肉體的情慾 眼目的情慾 精神的驕傲 是從夏娃開始 在舊約聖經裡面 有一個人 很有名的一位人 一個 他就是犯了這個 從夏娃開始犯了這個 這個叫大衛 大家都知道 所羅門王的媽媽叫做八十八 我們會有一天會講這個八十八 相信你們 對八十八很有興趣 那是因為 大衛 他睡覺睡到下午 從前面用椅子睡到下午 那時候國中太平他很驕傲 大衛犯了很多錯誤 其中一個驕傲就從來的 他起來看到對面 有個女人在陽台上洗澡 肉體的情慾 發作 眼目的情慾看到 最後他有驕傲 我是王 有什麼不可以 所以他佔有這個女人 把他先生謀殺 你去看 《沙末爾記下》第十二章 十一章開始 十二章 其中有一句標題 當時後面寫的 大衛謀殺烏利亞 大衛一聲寫在聖經上 永遠洗不掉 大衛犯了謀殺罪 謀殺烏利亞 為了佔有這個女人 他不是親手殺 他借到殺人 把他先生派到前面去 把對方 然後兵都後退 然後一個人在前面 被殺死 為什麼 不就從這來的嗎 從夏文來的嗎 肉體的情慾 眼目的情慾 今生的驕傲 這在約翰一書二章十六節 肉體的情慾眼目的情慾 今生的驕傲 這在約翰一書 二章十六節 蝦花就開始用了 蝦花犯的最後一個最重要錯是什麼 還有四種錯誤的行動 這也是到現在我們常做 我們先看 然後手開始動 去摘 摘人放在口裡吃 完全沒有心靈去思考 結果是什麼 結果就是這個 紀錄國 好像兩個趕出來 這是一張很有名的圖 這個圖叫做 竹春 竹春伊甸園 很有名的圖 所以夏娃犯了錯 從第三章開始 好的人不多 壞的人不斷 所有壞的人的行為 都跟夏娃類似 所以夏娃 這邊從頭都沒講 夏娃吃一個果子 沒寫 吃果的不是重點 吃在上面的果 我們只是果 真的因我們要查出來 從一開始它壞了次序 這也是為什麼現在全球這麼亂 難道我們現在這一次 新冠肺炎不是跟次序有關嗎 如果我們不去吃那個東西 那就不能吃 事實上寫得清清楚楚 不能吃那些東西 羅雅出了方舟以後 開始吃肉 寫了 神給羅雅寫了很多標準 其中有一個就是蝙蝠肉不能吃的 你壞了這個次序 你去吃它的東西 新冠肺炎開始了 所以為什麼夏娃犯的錯 就是我們現在所有人所犯的錯 是一樣的 這是足足伊甸園 我們看夏娃犯以後的世界呢 人跟神的關係破裂了 所以從第三章以後 不知道怎麼寫下去了 因為人跟神的關係完全破裂 人跟神的關係從哪裡開始 就是終止於足出伊甸園 終止於這張圖 基督伯把守伊甸園 神跟人的關係已經一刀兩斷 結構上徹底的破壞 所以三章二十四節創人記 有這麼一句話 於是把它趕出去了 用趕的 這叫做下主課令 所以為什麼 我再次講 為什麼《創世記》寫的第三章 就再也沒有神的創造 關係沒有了 神卷聖經只有兩章 是創世 人不但跟神的關係破壞 人跟自己的關係也破壞 為什麼 神天起了涼風 神在伊甸園的院子之後 看到他們兩個人 用葉子遮掩自己的身體 他開始隱藏自己 我們常常說 這是一個變色龍 對不對 任何動物怎麼變 都沒有人會隱藏 最會隱藏的動物是人 用葉子遮掩身體 在鼠林裡面講就是要遮掩自己 對不對 你只要講一句謊話 然後用十句謊話去包裝 這叫做隱藏 所以人跟人自己的關係壞掉 精神病怎麼來的就是這樣子 精神病就是人跟自己沒有辦法相處 所以才會有那麼多的精神病出來 從被趕出伊甸園開始 就有了精神病 他沒有辦法 他不斷要用所有的東西去遮掩自己 我們最會包裝的是自己 所以才會有化妝品出世 所有的化妝品都要出來之前 把自己畫得美美的 是不是 我們常常看一個笑話 早上起來 最好不要看你旁邊的人 因為他沒有化妝 對不對 為什麼他要隱藏自己 還有呢 人也最不願意面對自己 這句話出自於創藏劇的第三章句發言 他們也常在樹林遮掩自己 什麼叫遮掩自己 我們不會面對自己 所以為什麼到老年的時候 常常看到一句話 要善待自己 我常常看到這個 手藝上很多這種話 什麼叫善待自己 就是不要再隱藏自己 不要再不面對自己 每天每次多照一些鏡子 頭髮掉了就掉了 是不是 為什麼我們不敢面對 這是從夏娃開始 而且呢 夏娃以後的世界還有 人住會偽裝 耶和華上帝為亞當和他妻子 用皮子做了衣服 那個衣寫作 給他們穿 這代表什麼 這代表什麼 這代表偽裝 偽裝 我們剛一開始 一開始讀了聖經 當時夫妻二人 刺身肉體 並不以為恥 這時候他們以為恥 所以他們必須要偽裝 偽裝的另外一面是什麼 就是你要給彼此留下空間 雙方都很會偽裝 坦白講 就算夫妻也要給對方留一個空間 為什麼 你不給他留空間 他就要看見偽裝 從聖經來的 所以為什麼我們說 保持距離以色安全不是不好 這個話是對的 因為有句廣告話說 你可以再走近一點 我為什麼要走近一點 走近一點就看到你 臉上面有疤 不要走太近 這句話就引申出很多出來 你朋友的再怎麼好的朋友 給他保持距離 因為保持距離是安全 就是為了要偽裝 所以人跟神之間 神給他們做了衣服披上去 因為神說他們需要女條 這是夏娃以後的世界 我們現在想想對不對 真的很有道理 所以創人記寫了第三章可以寫完了 人跟社會的關係整個破裂 夏娃以後的世界 互推責任 我們看這句話 創人記三章十二節到十三節 我們一起來念這句話好嗎 那人說 他把樹上的果子給我 我就吃了 女人說 那舍你用我 我就吃了 你看多厲害 小孩子你不要教他 對不對 我女人家有三個孩子 就面對這個問題 問哥哥說 那東西是誰吃啊 妹妹叫我吃我就吃了 她媽從來沒教過她 她就問妹妹說 你叫哥哥吃的嗎 哥哥說 你跟我講我吃我就會吃 他又把這個球丟給哥哥了 兩個人他都沒什麼教過 我說你去看創人記好不好 創人記就這麼寫的 我們就寫了 人們 人們吃過的關係破裂了 任何一件事情發生 都是互相推偉 那人說 他把樹上的果子給我 神問他說 你為什麼吃 問亞當 亞當說 不是我要吃的 是他給我 我剛剛就吃了 不好意思句句 我就問夏娃 你為什麼 把東西給亞當吃 蛇給我的我就吃了 責任在前都在別人 你看現在 小到個人 大到國家 大到政府 大到現在的萊豬 所有的事情去看 都退給別人 做不好 滿一九天吃 不都是這樣子嗎 小到大到政治 小到個人 任何件事情 任何事情 第一件事 他一定說 我們說 對不起這個是好難 你知道為什麼說 對不起好難 因為亞當跟夏娃 從來沒有跟神說 對不起 所以 我們很難說對不起 沒有寫 你就看整個春日記 亞當跟夏娃 從來沒有跟神說對不起 這三個字 所以說對不起 跟恐慧說 好難的 好多事情 你就看春日記 你會發現到說 原來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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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到現在為止 都是從創人記來的 互推責任 不就是如此 對不對 我們現在跟大自然的關係 為什麼會破裂 從創人記又開始 因為我們大地受到了咒詛 我們練這句話 創人記三章是七點 地地為你的緣故 受咒詛 為什麼會這樣 會有污染 因為地受了咒詛 從創始祭開始 地就受了咒詛 所以我們跟大自然的關係破裂 海裡面的勒索 為什麼那麼多 因為受到了咒詛 所以夏娃沒有聽神的話 好就跟蛇對話 導致到現在的關係 整個大自然的關係也破裂了 而且呢 沒有和諧的 終生老苦才從地裡得吃 我們讀三章是七的對話 請 你必終生老苦 才能從地裡得吃 所以你不要再跟別人說 我好累啊 這邊已經寫了 你一定要累啊 你一定要累 你累還不見得有吃 你要終生老苦 所以呢 川普跟拜登兩個七幾歲的老頭 才會成總統 他終生老苦嘛 他們兩個都是基督徒 一定讀這句話 神說要我選總統 為什麼 我要終生老苦 才能當總統 所以一個七十四歲 跟一個七十八歲 兩個老頭 所以呢 我牧師你絕對不能說累 也不能說天 正經如此說 是不是 為什麼 我們不再和諧了 我們不再和諧了 我在想說 為什麼只寫三章 寫完了 所有的現在的後果 都已經選 而且到現在為止 不都是如此嗎 不都是如此 我們看那個圖 兩個都低著頭走了 低著頭離開了一個園 從此呢 他們兩個要終生老闆 而且他們之間不再和諧了 因為和諧被破壞了 我們跟社會的關係也破裂了 我們跟大自然的關係也破裂了 一直到今天為止 我們看整個的全球 有和諧嗎 沒有啊 沒有啊 前天部署網路上有一個 有一個 有一個 這個錄影的影片 看了人家樹木金星 有一個公車司機到站以後 下面有一個人站在下面 沒戴口罩 他門就不開 跟他說 你戴著口罩才能上來 結果那人就戴著口罩上車 上車發生什麼事 他說 包括你們拿去把槍 把那個司機當場殺 你就要戴口罩 對不對 我戴著口罩上來把你殺 他完全不認得 就走了 這是美國現在的社會 沒有和諧了 完全沒有和諧了 完全沒有和諧了 為什麼從創世以來 神又講了 所以為什麼會有啟事物出來 為什麼會有新天新地出來 因為從創世以來是一頓一頓壞 第一次創世壞了 神做了第二次 毀滅了人類以後 用大水毀滅了以後 再造一次還是失敗 因為中間有一個梗 那梗就是巨 就是撒旦 所以第二次人整個被滅了 滅了以後 諾亞出來了 所以我們一直在往下看 摩西帶以色列出埃及 為什麼當時帶領這兩百萬的以色列人 除了約書亞跟加勒以外 四歲以下的都是 原來神是預備第二代進去 只是神當時沒有跟摩西說 我要你帶著以色列出埃及 不是這一代 是下一代進去 所以我們仔細看出埃及記 你才會豁然開朗 要回到創世記 神做了很多事情 我們當時是不了解人 我們常說神為什麼那麼狠 把這些出埃及的這一批人 領到礦裡面全部死光 因為四百年來 這一批人已經沾染了埃及所有壞的東西 所有壞的文化 所以他們才會做金流賭 沒有人叫他做金流賭 他會做金流賭 埃及拜這些東西 所以這一批人 絕對不能夠進埃及 不 進迦南地 神預備這一批人進來 是為了下一批人 所有進迦南地的這一批人 都在曠野生的 你仔細去看 我們不了解 可是當你再回頭看創世記 兩個核在一塊 你還會發現他說 原來第一日到第三日 神家做預備 預備四五六日 原來摩西 神家摩西帶這一批人出埃及 不是為了金流賭人 神家這一批人出埃及 是為了下一代人金流賭人 因為這一批人全部都在埃及 他們出了埃及 可是他們大附在埃及 埃及在屬於的意義是什麼 埃及是我們以往沒受洗以前的 所以聽說你們 我們不要以為我們受洗一定會得救 我今天講這句話不是恐嚇 而是我們要去看 我曾經幫兩百多位 因為受洗 我不知道現在還在繼續 繼續在教會還有幾個 都離開了 我一朋友很多朋友 他會常跟我講一句話 哎呀我受過洗 那代表什麼 當他說受洗 我常問他說那代表什麼 代表你是基督徒嗎 你從來不進教會 你甚至不知道聖經有新舊約 可是你說我受過洗 不要有人在國內 你到國外看看 我很多國外的同事 尤其是英國人 英國人生涯就有教民 可是你問他是不是基督徒 他會講一句話 我的家庭是基督徒 不等於你是基督徒 所以除了埃及不等於你會得救 除了埃及收洗 不等於你會禁止加安地 為什麼 除非你是蒙招徒 你是神拣選 所以為什麼保羅說我們得食不得食 我們都要傳福音 因為保羅也不知道誰會得救 保羅只把福音都從頭撒下去 然後自然會有人交灌 只有神從裡面選出來 哪些是麥子 哪些是敗子 這都從傳人記這邊來的 因為我已經不在和諧了 完全不在和諧了 所以我今天在下巴上 我都不能從一個吃果子看 不是我要看它整個的結構 傳人記第三章是我每個基督徒對面要讀的 因為第三章是個分水嶺 這張圖是什麼 這張圖是在原來這兩張紙頭是連在一起的 這是米開蘭基羅是 我剛剛不曉得前面有沒有放這張圖 沒有放 可能我刪掉 這張圖是在米開蘭基羅 在聖禮的大教堂裡面 右邊這個圖是上帝 左邊這個圖是兩張 他們兩張紙原來是連在一起的 但這張圖很諷刺 這兩張都分開了 神跟人之間已經分開了 從第三章也會分開了 第三章是個分水嶺 衝人記只有兩張 第三章是一個分水嶺 因為夏娃所犯的錯 是你我每天都會面對 我們都是以自己的忠心 我們不要以為說 我們受洗人就拿到門票 進天國的門票 沒有 我們也不要以為 我們除了愛迪、伊甸、迪迦蘭地 兩百二十五人全部試過 只有兩個人 這兩個人代表怎麼樣 他們是過屬靈的生活的兩個人 他們只有信心的兩個人 你們想想看 這代表什麼 很多受洗的人沒有得救 沒有得救 因為他沒有過屬靈的生活 他沒有過信心的生活 甚至他從來除了受洗的當天 念那一句話 神愛世人 他從來再也沒讀聖基 你說這個是一個受洗得救的基督徒嗎 我不敢講 神知道 所以 這篇 上天又創造被切開了 所以我覺得 其實我們可以思考一下 你是不是基督徒 你是不是神卷允可以進加蘭地 但是我們再看 就算進了加蘭地 就算進了加南地以後,加南地以後變成世世紀, 斷的錯不斷的錯出來,代表什麼? 我不斷的斷錯,因為有最原始的原罪,有最原始的夏娃, 所以才會有神的救贖。 神在園中行走,跟他們說,你在哪裡? 神常常會呼喚你說,你在哪裡?但是我們會躲藏。 傳人記三章十節,他說我在園中聽你的聲音,我就害怕, 因為我赤身漏體,我變長了。 所以神的呼喚你在哪裡?你藏起來了。 很多人說,我一輩子沒聽過福音,其實你不是沒聽過福音, 是你有聽福音,而且你把福音給忘了,忘了。 我聽了神的福音,我就害怕了。 神要吃的肉體,發生到我犯了好多罪。 但是神說,不要害怕你,我有恩典。 所以才會有,我們現在才會看到,為什麼會有基督耶穌下來? 這是神在造的一個救贖的計畫。 我最近在查爾瑪瑪士的時候,我就跟他們講, 舊約神造了一種人,叫做以色列人。 可是神發覺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沒有按照他的旨意。 所以神到了新約,造了另外一個人,那個人就叫做基督徒。 神在舊約的時候,在造以色列人的時候,到了以色亞書, 以色亞大先知就說,以色列人,你們得救的人為乎其為。 所以我們才會說以色列人會不會得救? 會,非常非常少。 在以色亞書就講了。 所以保羅在羅馬書的再次強調,在第九章,在查爾瑪士再講。 保羅說,保羅很痛心,因為他的同胞得救的非常非常少。 所以神的救贖計畫到了新約,才會再造一個人出來。 那個人就是基督徒。 所以舊約叫以色列人,新約叫基督徒。 神來是公平的。 基督徒就是說我們這些所謂的外邦人,都得救。 這叫做神的恩典。 這就是神在創世以前就預備了。 所以我們從下話,我們可以引生,我們可以看到神的計畫,以及各位女兒,我們今天還坐在這邊。 我們要感謝主。 為什麼我們每次都要感謝主? 因為我們坐在裡面的少數人,大部分人是在外頭。 是少數的人。 所以我們常常講,被檢選的人多,得救的人少。 要記得這句話。 光這句話,你叫感恩。 所以今天坐在這邊,我們就要學著感恩。 所以為什麼人家常常被基督徒問我們,你們一天讓祷告感謝主,哪有那麼多感謝的? 沒得心痛肺炎,你就要感謝了。 真的啊,是不是? 打開冰箱還有喝的,你就要感謝了。 這叫學會感恩,學會感謝。 這是一句很諷刺,但是很寫實的一句話。 沒有下話,就沒有聖經。 聖經最多只有兩張。 因為兩張神就創造了。 但是為什麼會有那麼多? 因為神的救贖,神的恩典。 更重要的是,我們要學會感恩的心。 我們一起祷告。 親愛的天父,我們真的要獻上我們的感恩。 感謝與讚美。 因為你監選了我們。 你監選了我們這些,原來不是你計劃中的。 現在卻是你計劃中的選民。 求助保守我們的心思、意念。 求助保守我們的心思、意念。 讓我們知道,你對我們所警醒的這些話語, 都是讓我們每天能夠多讀你的話語。 能夠多思考你的話語。 給自己一個機會,每天能夠來親近你。 求助保守我們未來一周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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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